为保障武汉市菜篮子稳定供应,武汉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消息,武汉市将安排3000万英级资金,打通在原蔬菜生产上市渠道。 支持抢拨快生菜,鼓励广大业主于2月底前完成抢拨快生菜10万亩,确保今后一段时间菜篮子有效供给不断档。 2月18号上午,记者探访了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快生菜种植基地。 在800亩蔬菜大棚内,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二波快生菜播种,自动化的浇灌系统也全部开启。 当天,新鲜蔬菜的采摘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 据了解,从1月18号开始,为保障全市菜篮子稳定供应,该合作社全体200名员工全部到岗,采摘、分检、包装、运输。 统一调配井然有序,仅用半天时间,在武汉市的许多超市和社区门口,就能够采购到当天的新鲜蔬菜。 从去年那月,二十四五的,我们的工人都是慢复活的人行。 本来一天八个小时的,加班地下,加班地下,十二个小时,十二个小时。 包括单点抽椅,工人们都没有下班,都没有回家探职。 特别辛苦,因为如到今年一个特殊年代,为了保障市民的生活,我们强行活着社材满复活的工人。 蒋胜栋介绍,前期有近十种快生菜已经采摘完毕。 现在正进行第二批抢迫快生菜工作。 所谓的快生菜都是种的楼叶子和蔬菜。楼叶蔬菜以往的都是三十年到四十年。 现在通过我们的技术,水肥一体滑落,打碰增温了三十年,不到三十年,二十几天就可以上市。 随后,记者来到合作社的蔬菜分检中心。工作人员正在对运底的新鲜蔬菜逐一进行称重包装。 分检中心的另一侧,还有专员将现场的多种蔬菜做成套装蔬菜。 现在供的品种基本上我们的所有品种都有了,基地里面有的蔬菜都供上去了。 再加上我们还有一部分,那个比喻说辣椒、黄瓜、这个豆角、豌豆角,这个是由我们在白色州农贸市场调剂回来。 据介绍,这种套装蔬菜是在近十种快生菜中挑选五种,以总重量15斤一包的形式批量运送到每个小区。 据武汉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,3000万元应急资金主要是为应对三月份应急蔬菜上市的空荡期,保障蔬菜持续有效供给。 将分别用于在原蔬菜储备补贴、激励强管强补补贴和应急调运等方面。 目前,2000万元资金已经下波到区,下一步还有1000万元资金,主要用于生产用工。